大家喜欢看真枪实弹的开包 不喜欢看剪辑骗人的误会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狐狐骑车的变形金刚飞翔时间 这是我们1450集的节目 我今天的话呢 拿出这款是Wolfers Cybertron 围城系列当中的一个 算是限定版的玩具 这种牛皮的外装包装盒 这个人物呢 是small screen烟雾 我旁边的两个 这个是跟他脱模具的 这个警车 还有就是银霹雳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 还有一款这个之前 也跟大家分享过的 这个狂拍的这个 应该是Barrick吧 是吧 然后呢 为什么突然又把这个 围城的玩具拿出来做呢 因为昨天晚上呢 开始收看这个围城的一个动画 我看的是日文配音版 非常好看哦 画面啊什么的这些 包括这日文配音 我觉得非常的有梗 我觉得呢 在角色的情绪上面的感受啊 比这个英文版本的话 我觉得更加的直接啊 可能毕竟还是看日本的这个二次元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那我手边的话呢 就想说来 还有没有围城的玩具啊 就来拍拍一拍啊 就也就就是 就一个回味一下 这个这个我最近这几年以来 我算是比较大力去推荐的一个系列 那我看一下我手边好 好像只剩下这一款small screen 还没有给大家做 那你可以看到了 这是一个全新 还没有拆封的一个版本 那这是一个台湾代理版 那这边的话 我有想到一个故事啊 先前有帮大陆的同号朋友 代购啊 这一系列的玩具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海关啊 他们真的呢 就会把它给打开 做一个检查 那当然同号也知道 这是一个一个流程 因为呢 打开之后的话呢 它里头呢 这个玩具的绑线啊什么呢 是没有拆开的啊 那今天的话呢 我就来一个就是一 就是真实的一个开包好了 大家都喜欢看 这个真枪实弹的开包 不喜欢看那个剪辑骗人的啊 误会 让人家产生误会 时间很久的那一种 那我们今天就真枪实弹 通常我都是喜欢用这种 长镜头的方式 一镜到底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打开之后 会不会里面是其他玩具 就不知道了啊 这是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啊 那拆开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里头的一个内容 那上次寄过去的时候呢 是因为里头这些绑线呢 都还在 所以这个同好朋友们呢 也就不宜有它啊 那我现在呢 这个呢 是在我小朋友的这个房间啊 就是在他的书桌啊 他们今天都出去玩了啊 那因为我刚下大夜班回来啊 家里现在没有人 挺安静的啊 安静的时候呢 就要做一点个人小小的 不可告人的事情啊 就像这个拍影片一样啊 我们都不喜欢有人干扰 那这个就是它内容 这个 small screen烟雾啊 那么呢 其实这款模具的话呢 差别的都不大 那么看一下 这一个说明书啊 嗯 说明书应该是 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啊 那 那维城系列这个 呃 我会很喜欢 就是说 它有很多很 它连说明书都是非常有梗的 像这个武器的部分呢 它都会写一个 比方说这个 呃 acid palette blaster 应该是酸 呃 发射酸的一个子弹吧 是吧 然后这个什么 就是什么 什么 valt 什么光束 雷射 加农 是吧 valt是光束吗 v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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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了 反正就是什么 加农炮啊 他们就在说明书上面呢 也会对啊 这个人物呢 做很比较进一步的一些诠释啊 所以说明书的话 还是都有一个蛮珍藏的一个价值的 那我们再接着呢 继续把这个啊 人物呢 做一个拆解 就是把这个绑线给解开 那解开绑线的话呢 每个人的解法又不一样啊 那这个个人最讨厌的 就是这个解完之后啊 这些喷 喷出来这些透明的小胶条啊 这个待会的话 要对桌面做一个清理 这个玩具应该非常简单啊 那一镜到底应该是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拍完啊 这个 我们是喜欢运用长镜头的人啊 喜欢运用长镜头的人 好 那为了避免这个拆盒的过程中太无聊呢 我们就一边闲聊一些啊 有的没有的啊 就最近的话呢 就是有个蛮无聊的家伙呢 就是到我这去留言吧 就说我是收钱办事啊 然后又说我啊就不要包装自己啊 不要想想拿正结牌坊又做做做表子啊 说我这个自己干了什么 我自己心里有数啊 说我都删人家的评论啊 说我都把人家拉黑啊什么的啊 这个我讲一句话 我从来不会删人家的留言 大家如果B站上的朋友 可能有时候会看我发飙几次啊 那我发飙的方式呢 就是呢 你讲一些话我不爱听了 我不但不会删你的留言 我会帮你置顶啊 我会把你的留言放到最上面 我会让包括YouTube上面也是一样啊 大家应该都体会过我这个 把一些攻击我的言论呢 把它放到这个文章的最上面啊 你要讲我不好 那我就搭个舞台啊 让你讲给更多人听 没有关系 我绝对不会删你留言的 但是我今天为什么会特别针对这个人呢 就是因为我个人没有办法 我个人是最尊重所谓的一个言论自由 我自己就是因为捍卫我自己评论玩具的一个 一个就是比方说就是某某玩具公司呢 叫我避重就轻啊 但是我就偏偏不要啊 我宁愿跟他就是决裂 我也不要就是言论不自由啊 所以我个人争取言论自由 我当然也会捍卫各位的言论自由 你要骂我说我不好 你就留言没有关系啊 你留言的时候呢 很多人也会看到你的留言啊 那是你说服大家呢 还是还是大家 你说服了大家呢 还是能不能说服得了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肯定不会删你的留言啊 对我有什么意见 不爽你可以讲啊 但是你讲的时候 你在评论我的时候 也会有人评论你 你自己要心里有数啊 如果你评论的内容太夸张的话 你是损害自己的一个 一个style而已 来看一下吧 嗯 蓝 白 机体 那这个模具就是当时 为人诟病的后面这些空洞啊 这个当年 这一款这个警车刚推出的时候 就比较可怜 就是被人家批评 就是内部的一个 种种的空洞 那这个模具 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改变啊 那头部的话 这个烟雾的头的话 是做的是比较 比较像啊 这个 而且这个蓝色的塑胶 比较还挺好看 嗯 整个 而且 我感觉 整个还蛮 蛮偏紧的 啊 刚开盒 刚刚打开 当然是紧的啊 之后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给各位讲解一下这个模具 平举啊 二头肌的转动啊 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 看到没有 在这个地方 全都可以转动 然后呢 头部的话呢 左右转动没有问题 肩炮啊 然后 呃 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 挺漂亮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是给各位呢 做一个这个玩具的开合 当然我们也是要讲解一下这个变形了啊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这一款的一个变形 它的变形可以说是 啊 非常的简单啊 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先把这些武器呢 都给取下 围城的玩具呢 非常适合拿来推坑 就是给那一些呢 没有接触过变形金刚的人呢 你也可以轻松的呢 就是展示给他们看一下啊 哎 说你看看我们这些变形金刚的玩具 就是这么样玩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给打开 这个地方整个推上去之后呢 我们再将这个 这个部件推出来之后 哎 这里有一个 哎呦 哎 我还以为是Auto的标准 原来并不是啊 这个头部再锁进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往后退过来 这里 脚的话呢 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反折 将它给收到内部去 好 到这 到这个阶段 再来就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是转成这个角度 轮胎 转到外侧 轮胎转到外侧 等着手呢 给推进来就可以了 手部推进来的话呢 应该是推成这个形象啊 这个角度 再把这个地方 铺个脑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 到这 推进来 这一侧就算OK了啊 露只胳膊的一个 蓝色的跑车 我觉得这个车的一个颜色 比我想像东西好来的好看 之前其实这个我买了很久啊 但是想说呢 已经同一个模具呢 已经拍过 你看到 一二三已经拍过三次了啊 就没有特别想要再把它拿出来拍 没想到最后还是 看了围城 我本来以为这个应该会永远的风和 没想到这个围城的动画片呢 让我去想到把它给打开了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车辆的一个形态 整个造型好看是不用说了 流线型啊 这个模具烂是烂在说 它的人形太空洞 但是车型载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因为还是有赛星的风格在上面 前面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挺漂亮啊 另外几款的话 我们就一块变形吧 这个围城 你看啊 这个就是一个 可以一边闲聊呢 然后一边把它完成变形 这个就是我说围城的玩具 它好玩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非常的赞啊 这个地方推上去 这里推进来 虽然说有一些种种不足吧 但它的一个质量啊 还有这个设计的一个风格 讲到这个啊 当初不知道谁啊 这一季也来给自己打打脸好了啊 当初不知道是谁啊 说什么围城的系列 它不感兴趣的 结果还不是真香 还带头真香 还香得要命啊 真是 几乎每一款都入啊 围城的玩具 好像我最后还是全都 全都入了吧 嗯这个 警车啊 警车 这款是第一款推出的 那也是里头 就颜色感觉是最素的一款 最素的一款 再来就这个了啊 嗯哼 这个 其实现在是 早上时间 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来讲啊 这个是 啊 快要周五十二点 但是我是昨天晚上 是上了一个晚上的一个大夜班 所以我是从 啊 早上下班回到家之后啊 还没有睡觉 就想说呢 就心情非常好 因为昨天晚上就是 在公司夜班的时候 没什么事啊 可以看一下动画啊 然后又心情很高兴啊 看了就非常热血 这是变形金刚的落坑啊 我自己的落坑啊 各位 看我节目久了 你就知道啊 我也是看了这个 第二集的电影之后啊 就是因为一个 因为一个作品啊 然后认识了变形金刚 然后才想要去买他的玩具 所以说 呃 这个 动画或者是电影好不好呢 会 强烈的影响到呢 我对这个系列的玩具的偏好程度 就像变形金刚第五集的电影拍的真是超级的烂 啊 真是烂到一个 没有办法去形容的烂 所以我对变形金刚第五集的玩具呢 几乎啊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情感啊 各位 应该看我就是对第五集的玩具的话 可以说是 抱怨的话呢 批评的话呢 可以应该说是非常的多了 那这个的话 我把镜头的话 给稍微的拉近一点点 嗯 给各位做比较近距离的一个展示啊 那这个主角的话呢 还是放在这吧 那么这个模具的话 其实它的 呃 除了头雕不同之外 就是一些配件啊 会不太一样 啊 有一些是附肩炮呢 跟这个手枪 那有些的话是这个 奇怪啊 明明是 是我把这个枪弄丢还怎么样 我怎么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 我从柜子留拿出来只剩下哈审只剩下这样 这样子了啊 那以车形态来讲的话呢 我反正还是觉得这个吧 狂派了这一款 这个Barrick 我觉得 好像这款黑的比较好看 黑加紫啊 这款非常的帅气啊 如果 如果有的话吧 这一款 我觉得也是蛮推的啊 不过这款好像也是 这个好像也是 哎 这是35中年 好像2D配色的那个版本 是不是啊 我都因为我忘了 我这款我记得我是收二手 没有盒子的 也没有说明书啊 我真的是我有点忘记了啊 anyway 那今天的重点的话 还是这一款吧 就是这个 煙霧small swing 那就用这一集的话呢 来纪念一下呢 我呢 终于开始 呃 收看这个微生系列的一个动画 强烈推荐各位去看一下啊 尤其是老 变形金刚民友啊 呃 我相信这个系列的话 这个动画 还有这个系列的玩具 应该可以 让你重拾 喜欢变形金刚那种心情啊 那简单还是说一下啊 虽然最近拍了很多写真集 那已经是我一个副业啊 也是我重要的一笔收入 但它毕竟是一份 有跟钱扯上关系的啊 那拍开箱影片的话呢 基本上呢是不跟厂商有任何金钱往来的啊 拿赞助品是一回事 但是你要我啊 收钱讲好话呢 是不可能的啊 那这个就一个兴趣 那说到底啊 这个跟大家做开箱节目啊 真的这个快乐程度呢 是远远超过啊 去就是帮那些小姐姐照相的啊 我不管你信不信啊 我拜托你相信啊 这是实在话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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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